這裏是距離北京市中心三十多公里的河北燕郊鎮 清晨六點多 去北京市中心的巴士站 人龍已經見不到盡頭 巴士一埋站 情況更加虛狠 王先生是其中的一份子 他08年由河南來到北京謀生 一年多前搬到來燕郊鎮 每天上班下班 車程要花三個小時 燕郊和北京只靠一條高速公路連接 交通不方便 但現在租金夠便宜 據統計 在一一年已經籌劃 要將北京、天津和河北 打造成首都經濟圈 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期更加說 經津氣共同發展系國家戰略 河北省就計劃在鄰近北京的地區 打造人才家園 以每個月500元的租金 租給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 預計會起9萬個單位 不過有學者認為 三地政府要合力發展 仍然困難重重 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存在著行政分割的 雖然是中央政府統一來管理 但是各個地區都有各個地區的這樣的一些發展訴求 學者又認為三地政府應該建立起協調機制 分配好公共服務的資源 才可以解決人力和產業高度集中的問題 無線電視著北京記者林超